大家好,我是陳紫遷律師 今天是2024年7月31日 星期三 今天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意大利花劍劍手馬奇 他的教練是因為不滿奧運裁判結果 向國際劍聯和奧委會投訴 另外也會跟大家講一下各大品牌 增相支持香港運動員在那裡抽水 我會跟大家講一下 這兩件事的來龍去脈 我的看法 好,我們立即開始 相信各位網友對張家朗 對意大利劍手馬奇的奧運花劍揭賽 都非常緊張 特別是追成平手14比14的時候 接著就出現了決三劍的畫面 直到第三劍主裁判王浩志才判張家朗 而馬奇的教練斯里安尼對賽果非常不滿 全程就在這裏判 其後更加向國際劍聯和國際奧委會提出抗議 而意大利的奧委會會會長馬高拿也都是對賽果不滿 但是他主要是針對這次比賽的裁判是香港的鄰近地區 關於斯里安尼其實他在決賽期間已經多次向主裁判投敲 即是來自台灣的王浩志和大叫你留在家 對於這個行為我認為是極之不尊重的 是非常有問題 奧運會是一個世界各地啟育精英混雜的地方 而我相信裁判的人選也在絕對公平公正的情況之下選出的 絕對是不會涉及黑哨或鄰居的事件 我是明白的 比賽輸了心情當然會不放棄和低落 但是絕對不能輸打贏要的 另外意大利選手馬奇也期後在社交媒體發文 看得出他已經對這場比賽的結果放下了 我希望各位網友不要把這件事搞大 不要在張家朗或者裁判王浩志的社交媒體上留言 等這件事是可以告一段落 說完這件不復書的事件之後 我接下來就會講關於香港社會各界 怎樣支持香港運動員和向他們抽水的 絕對有角色其色的 重點當然是在我們花劍連續兩屆金牌選手劍神 張家朗身上 張家朗其實就讀於在林大輝的中學裏面 林大輝其實在2018年已經是全國政協 以及他亦都是啟育學院主席 而當時他亦都向所有學生承諾 如果是有運動員成功獲得奧運獎牌 將會是包他們做業主的 即是說給他們一層樓 看回這次張家朗的事件 林大輝就只是捐出了250萬而已 其實250萬在今時今日來講 是絕對不夠買一層樓的 即是首期都未夠 說真的很多時候 當然看你買甚麼樓 但250萬其實真的不是很多錢 就是今時今日在香港 特別是講買樓 其實我覺得林大輝又不是沒有錢 你說多買一層樓給別人 是不是應該整層樓送給別人 是不是 那你反而不是250萬 起碼都要1000萬 我覺得是這樣 各位網友 我覺得我覺得對不對 林大輝有沒有實言 說真的 你作為一個社會賢達 又是這麼出名的人 是不是應該給多些錢 香港的運動員 你不是沒有錢 最重要是 如果你是沒有錢 你就不要下爬輕輕 這樣就答應人 是不是 其實我在這裡呼籲 林大輝先生 是不是應該再考慮 將獎金加碼 令到那些運動員 起碼是足夠 給到首期 首期香港就三成左右 大家計算 看看張家朗要買一間什麼單位 他作為一個奧運兩屆金牌的得主 那絕對不可以住得太差 各位說的 是不是 有關向奧運選手 抽水的事件 其實都不是第一次 我們的封之後 李立山也試過被人抽水 他在2017年受訪的時候 當時李立山就說 當他拿了金牌之後 有贊助商就說 一世買買不用錢 還有一世給他免費搭地鐵 但是當然這些承諾 都是沒有兌現到 完全都是那個港字 主要是要拿Noise 要抽水 其實在今屆奧運 港鐵也答應了 奧運得到獎牌的建議 是可以終身搭港鐵免費的 我希望港鐵公司真的會兌現承諾 最近幾年香港對運動員的資助 已經多了很多 但我也認為是不夠的 現在很難得 香港終於有一個主項 就是劍擊 因為我們有男女子也拿了金牌 張家朗連續拿兩屆 而江文衛剛剛也拿了重劍的金牌 其實劍擊這種運動是由法國起源的 那時候是法國皇室用來決鬥用的 是一個很優雅的運動 因為這個運動是由歐洲起源 大部分的獎牌都是由歐洲建議獲得的 好像剛剛這次 意大利的建議就是第二的 或者是一個法國的女兒建議就是第二 他們都是輸給香港的男女選手 變得來講 我們香港終於在世界上 劍擊項目裡面是受到觸目了 終於有亞洲人是可以打敗歐洲人 只是說在人家的強項手裡 拿到的金牌是絕對不容易的 最後我也想說說 關於香港的選拔制度 因為早前我出過一段影片 也說過方力申是有一個九歲的精英運動員 是可以很有天分參賽的 但泳總就因為泳會的問題 就不讓他參賽 但我想這只是冰山一角的問題 香港的選拔制度絕對不可以是小圈子 因為很多運動員都要從小培養 就好像張家朗 或是郭文偉 都是從小由青年就可以培訓 我想香港應該是再著重青年培訓 還有一個更加公平公正的制度 來培訓所有的運動員 讓他們是不會埋沒了他們的潛質和潛能 令到他們從小開始可以得到最好的訓練 讓他們大了可以為香港爭光 香港的啟育界有什麼要改善呢 希望各位都可以留言在下面告訴我 我也做了一回應 今天跟大家講關於張家朗劍擊意大利選手不服輸的事件 以及關於各大贊助商抽水的事件就到這裏 如果各位網友覺得我這條片 講得好 講得有道理 希望各位可以支持我 CLS Comment Like和Subscribe 訂閱我的頻道 除了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以外 我會星期一至五每日一片 跟大家講一些社會時事 國際時事 一些軟性新聞 一些騙徒的最新行騙手法 以及大家如何防止被騙 最重要是用正確的法律觀點 跟大家講出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讓大家不會誤墮法網 多謝大家